今天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吧 就是AI时代 博主应该怎么办 我真的轻松不起来 因为我实际上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觉得我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 也没有夸大这种危险 我觉得我害怕 但是好像别人没有表达这种害怕 只是因为他们可能刻意的忽视了 他们只是假装没看到 假装很乐观 但是这个风险就是实实际际的存在在那里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无视它 AI时代博主就是全互联网 所有人类里面可能是最脆弱的一个人群之一了 因为所有的数据你都是自己传到网上的 那别人要是下载也可以随便的去下载 因为你的声音你的外貌都是公开可见的 像是我这么业余的水平 说实话我都能够想出可能说十几种诈骗的方式吧 如果是专业的骗子团队的话 那可能想出的招数就更多了 不仅是可以用你的脸和声音 然后去给你的家人朋友去做一些诈骗 也可以是你的脸和声音能够搞到某种权限 那也可以盗取公司或者是哪些数据库的数据 又或者是因为女性的脸 它其实就是有商业价值的 你懂的对吧 那也可以用你的脸去做一些 给搞一些免费福利机啊什么的 我不知道我把这说出来 是不是反而会增加某些人想到这方面的可能性 我真的跟大家说做个人吧 做个好人吧 千万不要在别人没有给你权限的时候 随意的用别人的照片和数据去做一些 私底下做一些事情 就算你觉得只是开玩笑 其实对别人的伤害会非常非常严重 AI时代赋予了每一个人非常大的能力和权利 唯一能约束他们的就是每个人的自己的自我要求和道德底线有多高 你说政府监管吧 政府我觉得是跟不上来的 AI技术的发展太快了 就算是国内政府比较强大 那我觉得也很难跟上这个节奏 而且AI时代的以假乱真已经达到了一种 可以说你只要你不是本人 你就很难分辨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的程度 所以说你要想让其他部门帮你监管 其实也很难 而且有一些伤害就是你只要做了 它就会形成伤害 不是说你事后道歉 事后赔款就可以的 比如说造黄瑶吧 真的我希望大家做个人 尤其是青少年下手不知轻重 有时候不知道觉得这个还是开玩笑 但实际上真的不是 只要你做了 这个伤害就已经造成了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些新闻 可能会是比如说说女生去票楼自杀 或者轻的得了抑郁症 即使比如说他的朋友圈看到这些图 知道不是真的 但是那这些图也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造成印象 导致这个女生很难在这群朋友面前抬头 别人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他 所以事后再怎么补救 说实话都是没什么用的 我觉得这种情况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唯一能给我一些安慰的可能就是 如果有一种保险公司能出一个AI诈骗险 说不定我还能得到一些些许的安慰 当然我觉得这种诈骗险十六八九会亏钱 而且也可能会被套利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是AI时代 对抗这种诈骗的 唯一一种比较有效的保险手段吧 其他你说自保吧 那你是一个这么小的博主 你也没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然后呢那片子都是网络上面的 人家技术那么高超 那也很难 相比B站 可能小红书这种数据是只存在于 它的APP里面的产品可能会更加安全 那像是B站的话 这些视频全网是公开的嘛 是完全在最表层的网络上面的数据 随便就能获取到 也能够进行批量的抓取 那小红书毕竟数据还是 割裂在它的APP的内部的 小米B站更安全 但是并不一定做小红书博主就要更加安全 因为 骗子也知道大部分小红书博主都是女性 她们也会可能专门去下小红书 然后用上面的数据去做一些相关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你要说哦这么多人呢轮不到你 我觉得你最好也别抱这种侥幸心理 因为它这个难度只会越来越低 不会越来越高 现在可能还是它针对特别有钱的人 去专门的盯着某一个人去做一系列 关于人家骗局 但是以后呢 那它可能批量生产是吧 我看现在骗子就好像是这样 广撒网 那它可能以后也是批量化的 用数据支撑的一个data driven这个骗局 比如说把女性博主的脸倒下来 那发给不同的男性群体 那每一 那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吧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觉得自己就可以很安全 就人家这个都是批量生产的 它也不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可能有一个时刻 突然它就盗取了大量博主的数据 突然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 这个都是就是很随机的事情 现在这个骗局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但是以后慢慢的门槛只会越来越低 当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伤害别人的巨大权力的时候 那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并不相信人性 我也不相信网友的平均素质 就正常你上网吐槽 那别人都会叫你去死 那你猜猜 如果露了全脸 人家又有那样的科技 那他们会做什么 在AI时代做博主 我觉得就像是 比如说你在美国 你住在芝加哥的南部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那你就是比别人有更多的曝光度 更高的活跃度 那当然你也是整个互联网 整个人类社会最危险的一群人 所以说我从一开始就觉得露脸还是不太行 因为当然我一开始还不是考虑的AI这件事情 一开始我只是考虑永久记录的这个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叫做永久记录 就是说Snowden写的 即使你把互联网上的数据删掉了 但是可能别人会把这些数据保存在本地的某个数据库里面 那只要是你上传过互联网的所有数据 就变成一种永久记录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吓人和可怕的概念 那到AI时代都不是永久记录了 可能就是永生了 赛博永生 而且这种永生它不是说你自愿永生 可能是非自愿的就存在在哪里了 你本人可能都不知道 我有一次去跋场然后玩枪 玩那种真枪 然后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 比如说一些被社会边缘人 他会去做这种大规模的枪击 因为他觉得他手里有这种权力 这种权力感是很吸引人的 比如说对面这个人比你成功 甚至霸凌你 力量比你厉害 但是只要你手上有枪 你就可以置别人于死地 就是这么一种力量上的权力上面的差距 这种可以掌控他人命运 可以掌控他人生命的权力 仅仅是一把枪就可以赋予的 那你想想这种权力的诱惑 对于这种边缘人来讲 是多么多么的大 他们的整个人生可能都没有 得到过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特权 那现在他手里有一把枪 那他会去干什么 他的这个整个行为逻辑 其实你在他的角度也是很好理解的 那你在AI时代 AI的技术就是那把枪 当这把枪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时候 那会发生什么 反正我是不相信人的人性 还有网友的基本素质 我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每个人都拥有枪的时代 那你就可以类比现在的自由美丽兼备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当然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人非常安全 他从来没有在网上露脸 也没有在网上有任何数据 但是这群博主露脸的露声音的博主 那很有可能就不说死于乱枪之下 这有点难听 那针对博主不管是用他的数据 还是说针对他们的骗局 那我都不觉得是非常可能 而是百分之百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 可能是没有发生 也有可能是规模比较小 慢慢的过一段时间 也有可能看不到这些报道 可能是因为太过于稀松平常 以至于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说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露脸 那我都做AI了 那你想想那我不露脸是为什么 那虽然说露脸确实能够非常显著的提高我的视频的数据 但是也是真的很令人害怕 那我现在戴个墨镜或者戴个口罩 也算是已经做出一些妥协了 我就只能自我安慰 可能这种方式能够提升他们获取我传绿数据的难度吧 毕竟现在一件去口罩 一件去墨镜的效果还不是很好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过于夸张 但是我跟你说 我其实是一个挺乐观的人 然后胆子也比一般人要大 我其实心挺大的 但是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 我心里就振振害怕 我现在我内心的情绪就是害怕的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夸张 我觉得如果别人没有在害怕 可能只是他们刻意忽视了这个风险 或者没有把关注点放在这一块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女性博主 你如果想要露脸的话 还是要谨慎一点 当然露脸肯定是有很多好处 但是同时你也要受得起最后的风险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没有风险那当然好 发生了可能就是百分之百 你自己决定一下你是否能承受得了 我也挺想做小说的 露脸啊 讲讲话就挺好的 但是我好像自己心里 目前还过不了这个坑 还是大家自己全好 正面当然有很多好处 也很开心 但是负面来讲 自己能够正视并且承受得了最坏的结果 然后还有先警告一下各位男粉啊 真的劝你们做个人 千万不要在女性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就贸然的用别人的数据去私底下做一些事情 真的等你们进了局子 然后人家点开你的关注列表 然后看了 哎你怎么还关注了Jessica 我都替你觉得丢人你知道吗 真的把我的老脸都丢光了 好吧 今天敲钟就敲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 也有一定的道德底线 希望大家都做个人 希望没有人被别人伤害 好吧 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Peace 刚才路过这儿 刚才路过这儿 这两个小鸭还知道礼貌的站起来给我让路呢 让我们谢谢小鸭 谢谢小鸭 谢谢小鸭